在文艺青年的眼中 中国地图是这样的 而在吃货的眼中 中国地图却是这样的 至于高阶吃货眼中 好吃只是美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而食材本身才是重点 这应该就是高阶吃货毕生的信仰吧 开胃 东途彩虹沙拉 你要健康 你要吃菜 瞧这水灵灵的剩余果 七菜椒 一口咬下去 汁水喷满嘴 话说中国的蔬菜人均占有量 是全球第一 如何发挥种族天赋 种出更好吃的菜 山东寿光人民 早就开始琢磨这事了 一切努力 只为满足高阶吃货 对蔬菜的追求 上汤 南国鲜炖鸡汤 心灵鸡汤暖心 鲜炖鸡汤暖胃 大中华有名的鸡不少 比如用蜂蜜和香辛料调味的德州扒鸡 八料配陈年老汤烹调的道口烧鸡 可有麦不放任何调料就能掀掉眉毛的鸡 南国有鸡 其名清远 这汤香得自然 油料不佳 本真的鲜 这肉皮黄 稚嫩 骨软 入口顺滑 多汁 弹性十足 自古英雄所见乐童 这鸡早已是一代网红 足不出户 也可以回归自然的炙鲜美味 主菜 西川嫩烤香猪 前百年来 无数刨人进尊圣人教会 毕生专注肉的烹调手法 大道 智洁 一家烹肉 四林香 七里之谣 闻其味 这便是高阶吃货的目标 西南特产 八马香猪 可这种顶级真修 天然产量小 价格贵 原本不是人人都能吃上 美食面前 众人生而平等 餐后 塞北甜品水果 南国水果多 世人皆知 可顶级吃货的新头号 却不在这里 昼夜温差极大 炎热干燥 只有塞北的土地 才能养出甘甜如蜜 清脆如蜜的宁夏西瓜 可瓜长得都差不多 怎么才能知道 这就是当年康熙吃的瓜 科技以人为本 美味一脉相传 这世间 唯有美食与爱不能辜负 为了您的美食与爱 我们一直在努力